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颠覆制胜 那这本书是在谈什么事情呢 它在谈亚马逊这家公司 OK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亚马逊已经是一家 算是称霸全世界的一个超级商业帝国了 那这家公司的话 它的市值非常的高 而且它从以前成立到现在 一路一路的成长 而且尤其是去年新冠疫情的时候 它的成长速度更是可怕 那这家公司的话 它的管理制度 还有它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精神 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那这本书就是在谈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这本颠覆制胜呢 我在FB的粉专上面 也有同时在举行这个免费的抽奖证书活动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show notes里面的连结 到这个粉专上面的这篇贴文 直接去按赞留言加公开分享 就有机会抽中这个免费的一本 颠覆制胜这本书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前往去参加 那接下来的话 来讲一下这本书 它的内容 以及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说 像亚马逊这家公司 不知道你对它的印象是什么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 它是不是就是在卖书的 网络书店最大的书店 或者是它好像也卖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其实它不只是卖这些零售的产品 它后来呢 其实更推出了很多的一些 很高科技的电子产品 像是一些像电子阅读器啊 或者是这个智慧的喇叭 智慧的音响 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电子产品 像最近在前年的时候吧 好像还有很红的就是一个 叫做Amazon Go的这个便利商店 那这个便利商店就是主打说 所有的这个消费的流程 完全就是人工智慧 或者是这个IoT物联网的这些配件 你进去消费完全不用跟人接触 直接在里面就可以用条码 然后自动辨识 然后还有这个影像辨识的功能 走进去一趟你想要买什么 就直接拿一拿 它就自动帮你结账 这个是在前几年很有趣的一个新闻 那亚马逊其实它还有做一个 叫做云端的一个AWS的服务 就是它可以提供企业 很多的一些就是储存的空间啊 或者说帮你架网站啊 然后架很多的这些 电子商务之类的这些串接 所以它渐渐的已经跨足了 非常多的电子啊数位的领域 甚至到人工智慧的领域 已经渐渐的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占有越来越大的一席之地 好那我自己对这家公司的印象 或者说我对它使用的这个服务 最有感觉的是这个有声书 我最喜欢用它的有声书服务 叫做Audible 那Audible这个有声书服务的话 是全球最大的有声书库 所以在上面我可以找到 几乎是所有我想要听的 英文有声书 那我也很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你对英文有声书 有兴趣的话 那Amazon旗下的这家公司 Audible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自己的话 是还没有在Amazon购物过 所以我还没有用过它的这个海外 这个运送 当然我最近有看到它在这个 网路上好像有对台湾的一个免运 所以我最近可能也会去逛逛看 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可能直接从海外买 那刚好搭上这一次的这个台湾免运 好那接下来的话 来分享一下说这本书呢 它的这个作者是什么来头 这个作者的名称呢 叫做瑞姆夏兰 好那夏兰他本人呢 是一个在全球 非常享有盛名的一个管理大师 同时他也是写过了 好几本书的一个畅销作家 那他是在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 那毕业之后呢 其实他在业界最知名的 就是担任这种商业的顾问 所以他有服务过很多企业 包含像是奇异啊 杜邦还有3M 甚至是可口可乐 还有美国银行 很大的公司 他都有去这边 当过这个商业顾问 那在业界也非常的有名声啊 因为呢 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说 他这个人呢 他没有所谓的叫做个人网站 那他也没有经营什么电子信啊 或者是这什么社群媒体 他没有这些东西 甚至他本身也没有什么行销团队 所以你知道他靠的是什么吗 他靠的其实就是客户之间的口碑 所以他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很老派吗 还是说是一个这个 形式作风和比较特别的人 他就是采取这样子的方式啊 跟网路 或者说跟这个数位 好像带有一点点的脱钩 或者说可以保持一点点的距离 那透过这个口碑来行销自己 他是一个很特别这样子的人 那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他想要来 就是探索 这个亚马逊这家企业 为什么在长年这个成长之下呢 能一直保持进步 然后一直保持创新 那么这个夏兰呢 他就是对于亚马逊非常感到兴趣 也在他这个长年之下 就是在这个客户之间的 这个顾问的生涯之中呢 他也分享过很多次 亚马逊这家公司的一些经营方式 或者管理的理念 好那 所以他渐渐的觉得说 这个东西 他应该要把它整理起来 成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专门的一个著作 在谈亚马逊的一个管理体系 好那这本书其实 我之前有看过另外一本书 叫做贝卓斯传 那贝卓斯传的话 是比较从贝卓斯本人的放谈啊 跟他的这个人生观 价值观出发 谈的是贝卓斯这个人 那当然这个人 其实也代表了这个亚马逊的企业啦 就是他的创办人嘛 贝卓斯 那不过那本书的话 比较偏向于人性化的描写 故事的部分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也比较多的情节 那在这本颠覆至圣里面呢 这个作者他是比较把这个 亚马逊的这个管理体系 当成是重点 所以他取材的部分 包含了一些关于公开的 在市面上的一些资讯 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 对于亚马逊的一些 这个研究的内容 还有一些数据 那他还有取材至一些这个 就是在亚马逊里面 曾经离职 或者是仍然在职的 这些高层主管 或者说一些员工 他们的访谈 以及他引用了蛮多 包含这个贝卓斯 每年都会写给股东的 一些股东信 引用了其中的一些 很精华的内容 所以这本书的话 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 真正是很扎实的一个 对于这个企业的探讨 他比较不是说 用太多的一些 流水帐的故事啊 或者说一些 亚马逊的奇闻意思之类的 来充足这本书 他是比较偏向于 这个很扎实的 拆解之后的一些 实际的一些描述 然后跟这个 对于这家公司里面的 这个管理体系 有很深的琢磨 那他还有采取一些 蛮具体的 就是他用条列式的方式 然后让你知道说 好他在这个 拆解之后的 这些模组里面 怎么样的去让你 有一点像是 你看到这个 条列式的管理方式 你可能就可以采取到 你自己的这个企业里面 或者说你自己 有带带团队的话 你可以采取到 自己的团队里面 怎么样管理 怎么样经营 那是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步骤式的 或者说是 比较像是 你可以采取 按部就班试试看 然后去试试看 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 怎么样去应用 这个管理体系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把这个作者 在书里面 把这个 亚马逊管理体系 拆解成六个部分 分别来跟你 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那当然这边 还是会带一些故事 因为总是用一些故事的话 是比较生动 你可能印象会 比较深刻的 好那第一个模组的话 其实夏兰在谈的 就是亚马逊的 这个商业模式 好那这个商业模式 是什么呢 重点有两个 那第一个是顾客至上 第二个就是拓展边界 好那顾客至上的话 这个贝佐斯是怎么看待的 他认为说要提供给顾客 是一个最低价的产品 然后也要提供顾客 最多元的选择 甚至还要提供顾客 很便捷的服务 OK 所以他认为我们 就是在这个企业里面 他认为亚马逊 必须要永远去 对顾客 保持一个敬畏的心 然后呢 要为了顾客 去发明跟创造东西 好那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他的理念 还蛮特别 就是说 顾客其实不只是 可以带给你获利 或者说顾客不单纯 只是这个金钱的收入 来源之一 OK 他认为顾客 还有更深层的 一个效果跟作用 他认为顾客是一个 永不满足的一群人 就是顾客是永不满足的 一家企业要怎么去 服务这些 永不满足的客户 那当然就只能 不断地进步 然后不断地改善 不断地求新求变 然后在这个 现有的基础之下 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企业竞争力 然后像他自己的话 是卖这些零售商品嘛 所以他追求的 当然就是 让这个价格 可以尽可能地降低 让客户买到最低价的产品 那还有就是说 他可以提供客户 最便捷的这个 送货服务 就是可以很快速地 送到顾客的手中 所以他必须要 服务这些 永不满足的客户 就必须给自己的企业 很多很多的挑战 一直一直不断地进步 所以他认为 这个永不满足的客户 其实对自己的企业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就是 拓展边界的话 其实就是说呢 这个一切都要看长远 这个贝佐斯他认为的就是说 你投资未来 是比当期的这个 这个盈利还要更重要的 所以他很在乎的事情是 他总是投资未来 他总是看到说 这个边界在哪里 他想要继续地拓展它 然后他把钱 投资在那个上面 让自己的公司 算是这个投资的领域 或者说这个经营的领域 不断地扩大 不断地成长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这个亚马逊 在这个成立公司的前几年 其实一直都是看起来 没有什么获这个净利的 他们没有什么这个利润可言 因为为什么呢 他把他赚到的钱 又重新投资进去 这个企业的成长 例如说他可能又去 买这个更大的仓库 然后投资更厉害的电脑系统 然后聘请更厉害的电脑专家 他把这些钱 一直用在自己的投资 一直用在成长这个公司 反而不是用来说 把这些钱就拿来发给股东 所以他的理念是蛮特别的 他认为说 当你的现金流 保有了很高的一个水位之后 这个现金流是比较重要的 比起净利润来说 他认为现金流 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可以看到的 一个结果就是说 亚马逊在这个 成立公司的头几年 这个净利率很低 但是后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整个市值 整个竞争力 成长得超级快 超级可怕 所以他这个公司 是蛮特别的一点 就在于这边 他们总是会看 很长期的事情 总是往远处看 那接下来的话 要介绍 就是亚马逊的 第二个管理的体系 是什么 他第二个管理体系 叫做人才的招募 那这个人才的招募 就是所谓的人才 其实就是企业 贝佐斯认为 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像他自己 一开始成立公司的时候 他总是会亲自的 去面试这一些行进人员 那在后来 这个公司规模 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亲力亲为了 所以 但是他还是认为 人非常重要 所以他觉得 找进来一个对的人 比起你随便找进来一个人 还重要非常多 所以他后来 在公司还有成立一个职位 叫做这个抬杠者 抬是那个 抬东西的抬 然后那个杠 是单杠的杠 抬杠者 英文叫做race bar 把杠 把那个单杠 抬起来 那种抬杠 那这个东西叫做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他找这些人 抬杠者 就是有点像是要提高 这个面试 或是评选的标准 他不要让 这是普通的主管 然后看到有人就用 看到有人就用 好像就是没有很挑 他认为说 这些抬杠者 必须要扮演一个 很picky的角色 要很 就是精挑细选 要把这个面试的标准 提很高 除非你很适合亚马逊 否则 他不会让你轻易的 进来这家公司 所以他有设立一个职位 叫做抬杠者 专门去提高这个审核 跟面试的标准 那么他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觉得人才的招募 这些人也要像他一样 是看得比较长远的一些人 好 那他有用了一招 就是算是用一个薪资的体系 去达成这些目标 就是让这些人 可以比较 眼光比较长远的人 可以留下来 那你也可以说他很凹 我讲讲看 你可以听听看 他认为说 这个企业给的薪水 可以是比较低的 他认为这个底薪 可以低一点 所以亚马逊呢 这个配发的是 比较多的股票 他把这个股票的 比重拉很高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他认为说 你如果加入这家公司 你的股票配比 是比较重的 那你就比较 有机会是 看得眼光比较远 因为你会希望 这个企业成长嘛 然后股票也会增值 这样子他会希望说 这个员工 是看得眼光比较远的员工 所以他在这个配股上面 也用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手段 像很多的公司 可能会说 我的股票啊 可能是绑三年啊 绑两年之后 你才可以卖 那有些可能绑更久 亚马逊的话 他是绑四年 而且他这个四年 不是说平均 给你这个股票 他是第一年 假设说你 你一年可以拿的 这个股票是100%好了 他第一年 只会配给你5% 然后第二年 他再配给你15% 那在后面两年呢 每半年 他再给你20% 最后凑满了 这个10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他前几年给你非常少 后面的两年 才把它补足 所以他用这个薪资的制度 去制衡了说 他希望说 进来的员工 就是想要待得比较长远的 眼光看得比较远 想要帮助公司一起成长的 所以他用这个薪资的架构 来做到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要讲一下 第三个这个管理的体系 第三个管理体系呢 是叫做这个 靠数据去支撑 数据支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亚马逊 除了这个卖书之外啊 除了这个最大的零售商店 这个称号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是 他对于数据的这个精准的掌控 是非常吓人的 我猜这个除了像Google啊 之外的这个公司 Google可能Facebook 对于数据的掌握力 应该是很高的 那亚马逊 绝对他说他是第二的话 可能没有人敢说是第一 为什么这样讲 他像这个贝佐斯啊 他对于他的高层主管 有一个期许 他说你在这个营运的时候呢 你在经营团队 管理团队的时候 你不要去管那一些 很微小的琐事 你不要管那些 就是滋味莫及的那些小事情 你要看的是 两年三年后的公司 会走到什么地方 他要这些高级主管 眼光要放远 那你会好奇啊 那眼光的放远的话 要怎么样去照顾 目前就是平常的这些 日常的组织营运呢 好 所以贝佐斯很强调一点 请大家把你这个任何的数据 非常非常详细的 都全部记录下来 把系统建立起来 自动化做到极致 OK 所以这个亚马逊 他有一个核心精神 他们对于数据非常的讲究 例如他们会要求 数据非常的细致化 然后非常的全面 OK 然后也会要求这个数据呢 是要聚焦于原因 OK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数据要能够及时 去追踪到任何任何的事情 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边做报告什么的 数据就可以呈现很多的事情 然后数据还可以帮忙 我们去查核 去验证很多的事情 好 那这边可以提一下 就是说 像他认为说 数据要很全面 是什么意思 他在公司里面 他把几乎所有的数据都透明公开 而且他有一个政策是说 他让这个不同的部门之间 用一个叫做软体 API的一个协定 API就很像说 你在这个两个部门之间 或者是两个软体之间 你要让他们彼此可以通话 你就要有个API的界面 一个interface 那这个就是两个软体 可以互相通话的interface 他让每个部门 把自己的事情 都把它包装成一个interface 那让别的部门可以去呼叫 所以他不认为说 你这个部门之间的沟通 必须要靠太多的书面往来 或者说太多的会议往来 你可以用很多的API 彼此之间做串接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沟通效果 那甚至是 他们像前面他们做的一些API 像是AWS 就是云端的这些服务 后来这些服务越做越大 这个整个部门越做越大 后来就成为了 这个亚马逊的核心基础之一 就是云端服务 AWS这个服务 那你可以就想象到说 像他们这个API的这个沟通导向的这个模式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的数据不会再长东长西的 然后像很多的大型企业 其实就有这个问题 不同的部门要Data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你可能跟隔壁的部门要个Data 然后他就说 你可能要我老板的同意 或者说你要我大老板的同意 之类的 就是会要很多的Agreemail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 这个推三组式的 那贝佐斯他很深知这个状况 所以他就是用了一些这个API的这种手法 然后去把这个整个公司的数据透明化 公开化 让大家的沟通非常的有效率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查核事实这件事情 就是他数据是可以让我们去查核很多事实的 那像这个贝佐斯他本身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很值得来提的 就是他有一次呢 在这个高层的会议里面 他就去问这些高层的主管 尤其是他就问这个客服部的副总 他就说 请问一下那个 我如果现在打电话给亚马逊的客服 大概多久之内 这个客服会接起电话 那这个 这个副总就马上就说 这个一分钟之内就会接起来了 没有问题 好那你知道说 讲求数据的这个亚马逊 这个行事作风是怎么样 好贝佐斯就马上展示给他看 他贝佐斯就直接拿起这个手机 就拨了亚马逊的这个客服电话 好结果就开始倒数 开始数时间了 然后结果大家就开始在那边 全场就静默在那边等 什么时候到底会拨通 结果你知道吗 大概是数到了 大概四分多钟的时候 两百多秒的时候 这个电话才 这个客服人员才接起来 然后 当然全场的人连都绿了嘛 就是怎么会等了这么久 再接起来 好那这个就是 贝佐斯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就是总是会 他可能会相信你 但是他更在乎的是 他会去查证 他会去检核这个事实 用数据去检查这个事实 到底是不是符合 他所认知的这个事情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真相 OK 所以那像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亚马逊 其实非常在乎数据的呈现 数据的分析 而且他们也非常的会查核去查证 好那接下来的话 要讲的是亚马逊的这个第四个管理体系 这个叫做创新的引擎 好那创新的引擎是这样子的 亚马逊在这个企业文化里面 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其实不害怕失败 为什么说他不害怕失败呢 因为你要做到这个颠覆性的创新 必须就是踩在很多的失败之上 你很多的这个实验 有可能都是失败 像是贝佐斯他就把这个 如何面对失败的这个态度 展现在他写给股东的这个股东信里面 他那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对股东说的 他说呢 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这种重大失败 是怎么样 就是他说 即使面对这种重大的失败 亚马逊还是会投入 就是按照公司现在有的规模 可以接受的一些尝试错误的一些实验 哪怕有时候呢 要缴出数十亿美元的学费 那当然 我们并不会轻易轻率的 举行这样的实验 我们会先努力的确保 这些实验是正确的 但是并非所有正确的选择 最后都会产生期待的回报 所以他的心态 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就是说 他认为做好决定 做好决策 做好规划 是非常值得努力去投入的 你会去把这个决策的过程 把它做到最正确 做到最好 但是你可能这个结果不一定好 有时候是因为机运 有时候因为有点运气 你的结果不一定会产生到你 就是期望的那样子 但是你做好的这一些前置动作 前置准备 还有你投入的时间 得到的技能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 像是亚马逊之前 曾经也摔了一个很大的跤 他们推出过这个叫做 Firephone的一只手机 亚马逊的手机 那当然是遭遇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失败 但是后来呢 他们这个把这个失败 拿来当做一个经验教训 把这个失败的里面的 这些专案的团队呢 以及他们学到的相关技能 再往下投入了另外一个产品 也就是现在大家很知道的 叫做智慧型的喇叭 还有智慧型的语音助理 他把这些团队再投入进去 那现在的故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 像Alexa这些智慧的 这些语音的这些喇叭 其实就获得了这个巨大的成功 也就是他们把这些失败 其实到后来 因为他们都看长期的 所以说到后来 其实还是会带给公司 很大的帮助 那么对于这个 如何让公司发挥创意跟创新呢 那贝佐斯他还有一个 很有名的理论 叫做这个两个披萨小组 什么叫两个披萨 他就认为说 在执行一个专案的团队呢 这个人数不要太多 他认为大概是 六到十个人就好了 因为你要加班的时候 你只要订两个披萨 就可以喂饱这些人 好那很多的这个企业 都去效法这个做法 可是大家学的 其实都没有那么成功 那这本书的作者 这个夏兰 他就分析了说 为什么其他人学 好像都学不太成功 那他后来 深入了去看了 这个亚马逊的 这个运作方式 他认为有关键有三件事情 是其他公司 可能没有做到的 这个专案的创意小组呢 其实必须要是全职的 然后是跨领域的 而且他们要集中在一起 判工 办公 好 因为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规划 像有一些公司 他可能会说 好我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可是我把很多人 就指派进去了 那那些人的 平时的这个日常工作 还是在做 那偶尔参与一下这个专案 去开开会 劳力激荡一下 这样子的效果 其实超级不好 因为那些人 其实原本的工作 就已经占掉很多时间 很多心力了 他们真正投入心力的时候 他不会去投入那些专案 所以这个亚马逊的 做法比较不一样 他把那些人 投入专案的这些人 会直接拉出来 额外的就是让他们 全职的做这个工作 做这个创意 然后把他们 集中在一起办公 也把很多跨领域 不同部门的人 挖在一起 他是真正让他们 全心全意的 去执行这个任务 去执行这个工作 所以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态度 就是你不要是一个 兼差打工 就是你要一个 全心投入的状态 你才会带来 这个颠覆式的创新 颠覆式的破坏 所以亚马逊 他是用这个方式 在运作 他的这个创意团队的 再来的话来讲 第五个亚马逊的 这个管理体系 叫做决策的机制 好那其实 这边很简单的 就分两种决策的机制 贝佐斯他认为说呢 这个有两种的决策 一种是叫做 生死存亡的决策 这种就是你可能 做不好 公司可能就会出问题 可能甚至严重点 可能会倒掉 生死存亡的决策 那第二种决策 叫做常规决策 就是一些 比较普通的这种决策 就是你可能 做错决策之后 你还是可以有 还是可以roll back 还是可以去导政 然后不会造成 公司太大的影响 这种叫做 常规的决策 所以他把 这个公司的决策 分成这两种 那针对这种 生死存亡的决策呢 他就会要求是 绝对的真相 绝对的数据导向 绝对的认真的分析 然后非常扎实的 一个数据的研究 这种生死存亡 他认为要认真的对待 但是他也把 很多的这个决策 拆出来 叫做是常规的决策 那就对应到 刚刚前面有说的 数据支撑这件事情 他的数据系统 是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庞大的 他用数据 去辅佐 他的这个决策 所以他让 很多的这个决策 可以让 这个自动化来发生 或者说让 这个自动化分析的 一些数据跟报表 来辅助人的判断 那这样这些 常规的决策 可以在working level 就自己的发生 然后自己就可以 去做判断 去做决定 OK 所以他会 完全的授权 这些常规的决策 让他们自己去运作 然后也会让 这个数据 去辅佐他们 好 所以说这个是在 亚马逊的 这个决策机制 会分成这两种 那再来讲 最后一个了 也就是第六个 管理的体系 叫做这个 组织的文化 好 那这个作者 他就认为说 亚马逊 最为人称道的一点 就是叫做 他的第一天 的这个管理理念 好 那所谓的 第一天是什么呢 那其实在这个 这个贝佐斯 他自己的定义来说 这是他很有名的 一个理念 就是他认为 经营这个公司 就是要有第一天的精神 他认为第一天 就是代表一种 永不满足的心态 因为你在成立公司的 第一天 你一定是永不满足的 你一定会想要 做得更好 做得更多 让自己的公司 更成长 更进步 往好的方向 一直改善 所以他认为 这个第一天的心态 非常重要 他很怕自己的公司 进入到第二天的 这个状态 为什么第二天 是不太好的 他定义第二天的 这个心态是叫做 你就开始停滞不前了 然后开始被市场边缘化 那这个公司开始衰退 然后就慢慢的 步入了衰亡 所以他认为 第二天的心态 是会让一个公司 慢慢走下坡的 所以在这个 亚马逊里面 很著名的 这个第一天的 这个理论 就是这个贝佐斯 非常坚持的 一件事情 以上呢 就是这个 关于亚马逊 这家公司的 六个管理体系的 一些分享 那这边也分享给你 我认为说 像观察这些伟大的企业 如何去运作啊 跟他们的一些企业的 文化或经营的理念 其实有时候 可以跟我们 自己本身连接起来 你可以把自己 当成是一家企业 在经营 那你把自己 当成一家企业 在经营的时候 你就会 渐渐的去思考一些 像这些管理者 或这些 这些创办人 他们都会去思考 就是 怎么让公司 可以看得长远 怎么让公司 可以持续成长 持续进步 那怎么让公司 永远保持创新 然后永远保持 一些颠覆性 破坏的精神 那你把它拿来 当自己的这个 这个经营 自己的一个方式 去思考的话 你可能也会 有些收获 怎么样在自己的 日常生活中 或者说在自己的 这个工作领域中 套用这样子的 思维模式 让自己的这个 思考方式 是把自己当成 是一个企业的经营 持续的去成长 持续的去进步 最后就推荐这本 颠覆至胜给你 这本是蛮好读 然后也很条列式 也有重点整理的一本书 非常的可以 快速的吸收 这个亚马逊这家公司 如何经营 如何这个创业理念 包含它的经营理念 还有这个组织文化 推荐这本书给你 那最后赵冠利 也来念一下 这个Apple Podcast 上面的读者留言 这位读者 时间的时候就定案了 那面试看的是软实力的展现 不管是沟通的能力 肢体语言 或者是看不到 却感受得到的气场 都是面试官评分的重点 想听听看瓦机 分享面试经验 或是当面试官的经历 节目很好听 感觉可以做得细水长流 陪伴读书时光 谢谢瓦机 OK那感谢这位霍 霍元甲 叫你霍元甲好了 OK感谢霍元甲的留言 那你有提到这个面试的一些问题 那我这边简单的做一些回馈 之后有机会再讲更多一些 我自己的话面试经验是比较少 因为我面试的这家 目前的这家待的公司 就是一直待到现在 进入职场就待到现在 那我自己担任面试官的经验 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要找我的团队成员 那要找一些先进的人员 所以我面试 当面试官的经验是比较多的 我自己简单来看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其实很观察的就是 对方的 当然你说气场 我觉得是 就是跟你到底也除得出不来 OK这个人是不是比较算是 讲话可以沟通的 比较沟通无碍 然后可以表达出自己的理念 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能不能有效的表达出来 OK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一环 不要说都默不吭声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会观察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OK就是故意会出一些 算是职场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或者说如果是学生的话 你就可以问他一些 在学校或者研究所的时候 会遇到的问题他怎么解决 遇到的困难他怎么解决 那当然还有一个必考题就是 你最大的失败的经验是什么 你怎么处理这一次的失败 那这次的失败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 例如这样子的考题 都是算是必考题 那你在这个 跟对方面试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去观察他怎么样表达的 那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 算是有时候你会去观察一些 他的可能是抗压性啊 或者说对这个工作的态度 甚至是对这个团队成员里面的态度 那有时候还会考一些说 你怎么样对上沟通 那甚至是你以后 像我有一次是面试一些 比较资深的这个团员 就会问说如果你以后有带人 或者说以后你要去 跟跨部门合作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的去跟对方沟通 用什么方法去带人 就是你会去考他一些这种东西 那从他的这个回答里面 就可以观察出一些端倪 但是呢我要提醒的是说 并不要说你要把自己 可能是塑造成某一种形象 还是什么的 就是重点是你要可以去 去表达可以去沟通 把你真正的一面 真正的一些常才跟特点 可以表达出来 那当然你在你面试的 这一个职位里面 可能他也有他想要的一些特质 像是你如果要面试到 一个团队里面 去做事情 那这个面试官他想的当然是 你有没有团队合作的精神 会不会为大局着想 OK那但是你如果是面试一个 比较算是单打独斗的 可能是单独的业务单位 或者是单独的一个专案性质 那看的就是你有没有独立 去处理一件事情的能力 有没有能力去独挑大梁 OK一个人 可以面对很多这样的挑战 所以说其实 在你面对不同的职位的时候 你也会需要一些不同的特质 或者说你要展现一些 那个职位可能会需要的一些特质 OK那这边简单的分享给你 那希望之后的话 还有机会再跟大家继续做分享 OK那节目到这边 先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分享的东西 对你也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追踪 下一本读什么 也到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留下五星评论 推荐给其他有需要的读者 我每周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 部落格还有FB的粉专上面 分享一篇读书心得 喜欢文字版的朋友们 别忘了去追踪 还有订阅我的电子报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